爱福官方YouTube频道日前上传影片,爱福Tries Popular American Foods,画面中成员们品尝了来自海外的美食,接着画面转到秋天用叉子吃了汉堡中的配料,就是这个画面被网友转发到社群平台,并写道,用叉子吃汉堡,是多么愚蠢,贴文火速激起讨论,不过在完整影片中可以发现,成员们一开始都是用手拿汉堡,因此有人推测成员是想要挑出汉堡中的料,或是怕酱汁弄脏脸, 所以才改成使用叉子进食啦,不过这也不是因为爱福第一次吃东西引起热议了,之前张元英吃草莓的画面就曾让网友感觉不自然,而这次吃汉堡又让网友议论纷纷,而大家又有什么看法呢?